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天天向上严学之旅台州站 王一博帐碰露营 不能游泳成为遗憾 8月8日晚上10点 我们又迎来最期待的天天向上 天天兄弟和小兄弟的严学之旅 第三站 走进了极具魅力的山海水城台州 台州自古以来就是适合远方兼具的一方圣地 素有一座天台山 半部全堂师的美誉 是自古文人默克流连之的 在这座天节的灵的千年古城里 不仅拥有兼容并包的美食文化 更有数不尽的宝藏 而这些宝藏就深藏在三条旅游线路里 天天兄弟和小兄弟兵分三路 开启美食寻宝之旅 品尝台州美食 感受别样的山海水城 仙居帐篷露营探秘之旅 前锋 王一博和小兄弟刘富杰打卡仙居露营 感受前所未有的自然亲近 体验一场悠然自得的露营之旅 仙居就如同这名字一样 神仙居住的地方 有山有水有瀑布有溪流 炎炎夏日 清幽宜人 因为还没有商业开发 所以普通游客很少 可以说是一个真正远离城市喧嚣的室外桃源 露营小分队在林间溪水前扎营了 镜头前 溪水潺潺 清澈透明 满眼的绿 面对如此美景 怎能让人不心动 王一博和前锋兄弟二人早已安耐不住一动的心 脱了鞋 把一双白嫩的脚丫子探进水间 挽起裤腿 俯身洗手 洗脸 顿时炎热消退不少 王一博直呼好清澈 好爽 好想游泳 并与风歌约定 在不录节目的时候 一定要再来到此地尽情的玩一回 这样清亮的溪水 与有水间 散发着温婉的气息 更让人闻出一股唇雨真的味道 所有的繁杂都被迪宕 只剩此刻清澈的宁静 水间泛起的绿筹般的光泽 蓝天白云 人与自然相亲相矣 真是一幅绝美的背景图 涉水而来的悠哉 是夏天的温柔 露营 吃饭是首要的问题 前锋带着两位天天兄弟 开始了他们的野餐 从买菜开始 到做饭 前锋一改往日憨憨形象 变得稳重 化身暖心大哥哥 非常照顾两位弟弟 作为厨房小白的王一博 也尝试了第一次正式做饭 味道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卖香还是不错的 面对难得一见清澈的溪流 一博早把无心做菜 只想下水写在了脸上 看到他对风哥的各种暗戳戳和明晃晃的玩水邀请 屏幕的前的观众都忍不住要劝上一句让孩子玩玩吧 邀请下水游泳的计划失败 王一博只能在一边自己玩起了水枪 不管是出于节目设置的考虑 还是出于安全考虑 在这个谈水如玉 脆色无边的玩水圣地没能游泳确实是一种遗憾 不过 从节目组的花絮中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 虽然没能游泳 但是一博和风哥还是小玩了一下奖板冲浪 还进行了一场哥俩间毫无悬念的对决 正因为生活总有遗憾,未来才值得充满期待 菜已做好,兄弟三人围坐一起,分享美食 他们在这里露营休憩,暂别城市喧嚣,感受清风不燥 期间还开启了17岁的自己在干什么?的话题 一场夏日里的小雨,一潭清澈见底的溪水 一桌独自劳作完成的美食 一杯清爽的酸梅汁,一口甘美的冰西瓜 三五亲密好友,一份真正放松无负担的心情 夏天的小美好如期而至 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海景民宿休闲浪漫之旅 温岭食堂,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渔村吉镇 隐居在山与海之间 它上榜过中国最美渔村 还被称作画中的小镇 风格独特食屋民宿 时髦明快的彩色食屋 别具一格的智仙美食 演绎着渔村独有的魅力 这里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的手照地 也是大张伟和美食言学推荐官林允 与天天小兄弟袁若杭 继冬节组成的小分队民宿 休闲浪漫之旅的目的地 三五好友相守 一壶好茶,一杯美酒 与朋友们开启了一场浪漫的美食音乐派对 还分享了甜美的爱情 收获美好 大张伟与袁若杭合作演唱 Nu Boy 歌声伴着温岭的海风 好不惬意 古城文化寻宝之旅 微微台州府 千年临海城 台州府城紫阳古街小分队集合 一条紫阳古街 1080米 穿城而过 一砖一瓦都诉说着生动而古老的故事 街道两边都是门面 各种美食数不胜数 汪涵与三位天天小兄弟 陈胜亨、泽林、柱子杰 寻味名点小吃 在美食中感知台州这座文化古城的历史底蕴 延续寻宝之旅 与抓铺队展开一场追逐战 最终 在韩哥和小兄弟成功找到三件台州宝藏 金书铁卷 台州乱坛 以及台州小吃蛋清洋乙 下周日10点 天天向上沿穴之旅的最后一站 将去到浙江州山 又开启了众人寻宝的模式 一起期待一下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